最近有很多的打球的球友问我 张烈连为什么我的吊球 一过球网就被人拦截下来直接扑掉 张烈连觉得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前段时间在网上出现了一种擦玻璃式的吊球 当然了张烈连不能说他是错误的 但是他就跟当时的内旋发力这个动作一样 他只是一个过程 从力传导的角度来说 想要把球加速起来 必然是从后到前去进行惯力发力 那么这种擦玻璃式的滑拍动作 它只能做到让球从上到下 去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 它毕竟是一个泄力动作 所以就导致这个球 它有向下的角度和一点点的力 但是如果说这个球速起不来的话 就会给对手有大把去抓你的时间了 那里面很多人会说 张晓链 那么如果我不做滑拍的话 球不就下不去了吗 是的 但是作为过程来说 我们还有一步没有学完 那么在训练了一段时间 这种擦玻璃式的横向调整手腕动作之后 我们要把它完全忘记掉 而只在于这个球的 从后向前的这种带肩送肩的动作 那么很多朋友会说了 张教练 我光送了肩 我这个手腕就不动了吗 因为在前面的一段时间训练当中 我们刻意的去用了这种擦玻璃式的动作 所以说它在你的脑袋当中 已经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 你会很自然的从下意识去做这个动作 才是正确的 那么如果有了这种球速的调球 对手自然就抓不到你了 千万不要把过程当做结果 这个动作就跟当时的内旋发力是一个道理 如果说过度使用 带来的不只是严重的伤病 还有错误的肌肉记忆 那么关于调球的更多训练细节 和训练的周期计划 我会发到我的 购音官方粉丝群里 请大家来到我的粉丝群进行学习 动打意识好 打球不用跑